MIRROR 組合MIRROR去年參加ViuTV《全民造星》出道 轉眼間已經一年 也都已經推出新歌《Beflection》 MIRROR早前繼續不齊腳 只得十指接受訪問 分享出一年的感受 來得很快 即是一年過得很快 一年過得很快 裡面有很多東西要傳 但未處理完第一件事的時候 第二、三、四、五件事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維持這年都是一個 好像追求一些東西的狀態 除了覺得折過很快之外 很感謝大家對我們的包容 因為無論香港觀眾還是自己的粉絲也好 他們很體諒我們每一個行為 即是我們表演有時失準 或者唱得不好 或者跳得不好 但他們都不會批評一般的明星 反而是很難受我們成長 只望未來發展 各成員都希望團隊 無論唱歌和跳舞 都會繼續進步 亦都想推出更多歌 MIRROR方面 希望大家可以很齊心 然後全力地去做好演唱會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MIRROR演唱會 至於個人目標 Alton的小小目標 竟然惹來姜濤不滿 究竟是什麼呢? 我自己在唱歌方面會弱一點 所以其實想在這方面 可以追回團體的狀況 吃肥一點發面 早晨在《造星2》 基本上自己發面比較好 要休息時間和飲食 肥一點 增肥是你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閒陣你們這些說話 抱歉 好,謝謝 好 姜濤努力又肥仔 協住現在的身形 過程相當辛苦 難怪會不滿 她的目標就是要學樂器 裝備自己 這一年都會推出之後 鏡丹和鏡片 也是一個 自己比較喜歡的曲風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未來都會拍一些劇 在裏面都會適應一個 不懂得玩樂器的一個 所以希望藉著這部戲的機會 可以學到一些新樂器 之後也會有機會 專門會學的 學什麼 吉他 Stanley更加乘機投訴花姐 認真大膽 花姐也不給我出的 我一直想要出電視劇的solo歌 原來是這樣 原來投訴歌是花姐 不是隊友 對,但花姐那一句 就說你唱正點 好,我很開心 很開心 好,很開心 還有一個 這是花姐的